纪公全传由子妃博奖 第六十四回 李平未有请纪公马靖捉见皮炉寺 话说马靖见纪公把他们家老太太的病治好了 心中甚为喜悦 尊母命给纪公磕了头 请和尚到东配房来喝酒 和尚来到东配房 一看桌上摆着剩菜 四副杯快 和尚就问了 谁在这喝酒啊 马靖说 是我喝的 你一个人喝酒 为什么要四副杯快啊 马靖眼珠一转 我四边转着喝 吩咐下人 把残菜撤去另整杯盘 同纪公落座吃酒 和尚说了 你贵姓啊 马靖说 我叫马靖 我跟你打听一个人 你认不认识 你打听谁 我有个徒孙啊 他叫马元璋 你认不认识 马靖心说 这个和尚当真可恶 说我叔叔是他徒孙 他瞪了和尚一眼 不认得这马元璋 我把你母亲的病治好了 你说说 你怎么谢我呀 师父 我认你要多少钱 多少金银 只要你说 我必当从命 钱倒不要了 但是啊 我最喜欢字画 马靖一听 你喜欢字画 好 只要我有的 你只管拿了去 别的我不要 我就要你这张 富贵牡丹图 马靖一听 可以 这样吧 你回头走的时候 我给你包好了袋去 不不不 我说要 现在就得要 他站起来 就要去摘 马靖能让他摘吗 这富贵牡丹图 后边是密室 藏着画云龙 他们三个 马靖赶紧拦住 哎 师父您别动 这画啊 挂的时间太长 上边全是尘土 您要这么一动 尘土掉到饭菜里 可怎么吃啊 这样吧 你吃完饭再摘 和尚一听 哦 那也行啊 反正我今天不出屋子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这个时候 雷鸣 陈亮跟画云龙 藏在富贵牡丹图 后边的夹壁墙里 听得是明明白白啊 吓得三个人战战兢兢 马靖心想 这个和尚可留不得 不如我一刀把他杀了 省得他找我二弟 他死了之后 我给他修一座塔 报答他给我母亲治病之恩 逢年过节 多给他烧些纸钱 想吧 他回到自己屋中 带了一把单刀 继续陪和尚喝酒 他要拿酒灌和尚 想摆和尚灌醉 可是给和尚真一重 和尚喝一重 真一重是喝一重 一直喝到天色发黑 掌灯之后 和尚啊 还是没事 自言自语在那嘀咕 哎哟 喝了这些酒也老不醉 你说醉了多好 就省得再喝了 和尚坐那哼哼唧唧 马静说 师父 你喝醉了吗 没有 我要拉屎 马静一听 拉屎 您外边请 和尚站起身来 马静跟着他出来 一边走 和尚一边说 哎 马静啊 你瞧我这药好不好 马静点点头 好药 那马静 你猜我这药值多少钱 马静说了 值多少钱 我那药啊 一文钱一玩 马静一听 这药够便宜的 哦 便宜是便宜 但是我今后不打算配了 如今的人呢 都没良心啊 我和尚给他们治好了病 他反想杀我 还想呢 等我死后给我修座塔 逢年过节啊 还给我多少纸钱 这就算报答我了 你说我这好人 他不能做 马静一听这话 心头一激烈 这和尚厉害啊 说着话 两个人来到东村口 和尚蹲下拉屎 马静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就绕到了和尚身后 他看和尚 正专心致志的在拉屎 他抽出单刀 照着和尚就看 和尚头也没回 用手望后一指 顿时用着定身法 把马静给定住了 顿时就定了阁了 马静举着刀 张着嘴 他不能动他 和尚嚷起来了 哎哟 聊不得咯 杀和尚咯 这小月腿里的住户很多呀 听见和尚嚷嚷 大伙都拿着灯光出来看 马静可吓坏了 心想 我这拿着刀不能动 人家问我 我说什么呀 可谁想到 大伙出来之后 拎着灯四处乱转 愣是没看见他 原来是和尚使了个障眼法 大伙都看不见马静 等他们过去之后 马静说了 师父 我错了 你老人家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 哼 你跟我动刀子 你说说你 是不是没有良心 你怎么不拿刀 去杀你老婆那拼头呢 你说你杀了他好不好 马静说 我不知道他在哪啊 我跟你去捉奸啊 当下解了马静的定身法 马静跟着和尚来到了毗卢寺 和尚用手一指 就在这庙里 马静上前敲门 和尚一把拦住了 哎哟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这桌间哪有光明正大敲门的 哎哟 你这脑子 你砸钉子去吧你 马静听了脸一红 哎哟 您这是桌间的行家呀 我没抓过呀 这不叫门怎么办呢 你穿墙过去 你奔死了你 马静一听 我穿墙 那你怎么进去 我也跟着一块儿穿 马静听吧 一拧身蹭 上了墙 等他跳进去之后 一瞧 和尚已经在墙里边蹲着了 马静大吃一惊 哎 你怎么进来的 我挤进来的 你跟哪挤进来的 就跟这墙里头挤进来的 马静一听 师父 你再挤一个我看看 就看和尚往墙上一挤 口念 阿尘灵赫 马静一瞧 和尚没了 这时候和尚的声音 从墙外边又响起来了 阿尘灵赫 马静一瞧 和尚又进来了 马静心想 这办法不错呀 我改名得跟他学学 和尚说了 来 跟着我走啊 咱们捉奸去 和尚带着马静往后走 这座庙原本是三层变 穿过头层大殿 来到第二层 由东脚门穿过去 是东跨院 这院子里 灾松种竹 清气飘然 北上房 灯光朗朗 人影摇摇 马静来到窗户外边 把窗户纸 舔湿了个小窟窿 望里一看 这上房本是前廊后煞 屋内靠北墙是一张大床 地上有桌椅条凳 床上搁着一张小桌 点着蜡灯 正当中坐着一个妇人 身穿华美衣服 打扮的是浓装艳抹 甚是妖娆 马静一看 害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妻子 和氏 和氏两边 坐了俩和尚 上手的这和尚 身材胖大 赤着背 白袜青鞋 面皮微黄 粗眉大眼 马静一看 认得是 叹花郎高庆 下边这和尚 黄脸堂 瘦小枯干 穿着灰色的僧袍 白袜青鞋 乃是 小白虎周兰 就听高庆 周兰说 嫂嫂 今儿怎么这么闲呢 我二人 听说马静回来了 嫂嫂不能出来 我二人真是 插丝翻想 没想到 今儿嫂嫂来了 和氏说了 嗨 不然呢 我也不能来 今儿家里来了个祭甸和尚 给老太太治病 马静啊 陪着和尚吃酒 我跟他说 我回娘家去 这才能溜到这儿来 省得你们两个人想我 我今儿啊 也不回去了 明日再说 我就说祝娘家 你们俩人啊 赶紧给我弄点吃的 我还没吃饭呢 马静一看 气得是三十神爆跳 自己一想 真是大丈夫 难免气不闲 子不孝 这剑壁 竟做出这样无耻之事 他立刻伸手拉出刀 闯进屋中 手起刀落 先把炭花狼高庆宰了 小白虎周篮一看 吓得嗷的喊了一嗓子 跳出后窗逃命 何氏站起来也往外跑 马静是随后就追 刚到院中 只见何氏一转身 用手一抹脸 了不得了 他那俩眼珠子掉出来了 有一尺多长 吓得马静是大吃一惊 就听那妇人说 好好 你敢管我的事 说着一张嘴 一口黑气喷来 马静是翻身再道 书中交代 马静的妻子何氏 怎么有这么大本事 其实何氏并不会吞黑气 这其中另有隐情 原本这何氏娘子 乃是知三丛 小四德 明其真 董九烈 好人家的闺女 他娘家有个兄弟 叫绿令鬼何清 乃是玉山县 三十六友之内的侠义英雄 当初马静跟何清是结义的弟兄 先交朋友 后结的亲 这天何清来探望马静 两个人坐在书房里谈话 何清就说了 姐夫 咱们三十六友之内 有人出了家当老道了 你知不知道这事 马静一听 哦 谁出了家 就是黑沙岭的郭爷 就那夜行鬼小昆仑郭顺 他出家了 那天我碰上他 瞧见他戴着道冠 穿着道袍 我说你疯了 他说怎么疯了 我说你为什么穿老道的衣服 他说我看破了红尘 这人在世上如同大梦一场 于是他出了家 他师父啊 是一位高人前辈 是天台山上清宫的 父姓东方 双名太岳 人称老新翁 外号昆仑子 他呀 有宗宝贝 叫五行奥妙大葫芦 这葫芦厉害 能装三山五岳 甭管什么妖魔鬼怪 在里边是一时三刻 化为浓雪 将来老到一死 这葫芦就是郭顺的 他师父啊 还给了他三道符 一道能捉妖敬宅 二道能避赤妹亡良 三道能护身 能避虎豹豺狼 我把他那道捉妖的符啊 给偷来了 哎 你看看 马静接过这道捉妖符 上下打量打量 何清说了 不知道他这玩意儿灵不灵啊 马静说 咱们试试 怎么试啊 马静说 现在庆丰村王园外家 他儿子啊 让妖精给迷住了 贴了一张告示 说谁能捉妖 把他儿子病治好了 谢白银二百两 我呢 去举荐你 你就冒充法师 咱们挣这二百两银子 于是 马静就到了庆丰村 王园外家一说 王园外是求之不得 就把何清请来 王园外问 你用何种方法捉妖 要用什么东西啊 何静说 嗨 一概不用 王园外说 人家捉妖都用什么 黄纸朱砂 法师你怎么全不用啊 嗨 你把你儿子搭出来 我到你儿子的卧室去睡着 等着桌优 王园外立刻吩咐 把公子挪出来 何清吃过了晚饭 有人带着他来到后院 公子的卧室之中 何清就把这道符贴在里边的屋门上 他自个儿往床上一躺 瞪着眼 等妖精 一直等到天有二骨 只听外边狂风大作 何清睁眼一看 吓得是毛骨悚然 不知何清怎样捉妖 且听下回 分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